色彩鲜艳,花期较长,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而且钥匙兼优,有良好的保健作用,能抒风清热,平干明目等。 药用菊花在我国南北各地都可以栽培。 其中著名的有安徽的柏菊,浙江的杭白菊。 河南的淮菊花,河北的奇菊花等,它们都是我国重要的出口中药材。 那么,要用菊花的栽培与初加工技术是怎样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菊花的适应性很强,不论山地、平原、丘陵地都可以种植。 下面,我们就将它的栽培技术介绍给大家。 芋苗 菊花可以采用分株繁殖、千叉繁殖、鸭条繁殖等多种方法来培育状苗。 其中,分株繁殖、省时省力、操作方便。 而且培育出的菊花苗生长是强、开花多、产量高。 因此是目前生产上经常采用的繁殖方法。 那么,分株繁殖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怎样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在菊花生活后,选生长渐状、开花多、无病虫害的植株为种菊。 在离地三至四厘米处割除地上精部,流根不动,清除地里所有的枯枝落叶。 当年冬天,在菊花根筋部堆上松土与草木灰。 厚度高出,根筋顶端十至十五厘米,保护种根过冬。 第二年开春后,新菊花幼苗长出时,将上年选留作种用的根兜,遣除松土一次。 然后追尸一次稀薄的人份尿,或浇湿一比一百倍的尿素叶,促使肿都早生快发,培育状苗。 同时,菊花苗期也是叶斑病、双眉病和牙虫的发生高峰期。 因此,应该做好这些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通常,用多菌磷、甲鸡脱布精等防治叶斑病、双眉病。 用笔虫磷、勒国等防治牙虫。 移栽。 栽培要用菊花,要选择地势高灶、土地肥沃、排罐方便、阳光充足地燃土或杀质土壤进行。 要求土壤、PH值在6至8之间。 整地前,每亩施入优质农家肥4000千克。 过磷酸钙50千克。 豆饼40千克做鸡肥。 生翻30厘米。 为了使土碎平整、肥土充分混合。 地块生耕后,要及时开展霸压整地作业。 做到霸细霸透、上松下石、地面平整。 以列于后续的移栽作业。 根据我国南北方气候的不同, 整地时间通常在3月下旬。 至4月上旬。 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根据土壤商情适时篱霸。 整地的质量要求是地平土碎, 无明暗土块,无根长。 地块霸细整平后, 做长宽1.5至2米, 高25至30厘米的高旗。 为了便于后期的施肥、 除草等一系列田间作业。 要开好填钩。 要求钩宽在40至50厘米。 同时,填钩还可以保证玉字能排, 玉汗能灌。 给菊花提供良好的土壤水分环境。 谷雨前后为避免湿水, 影响成活率。 最好选择阴天或晴天的傍晚。 把母猪带土挖起。 顺着苗猪分成带根的单猪。 选择粗壮及须根多的种苗。 剪去侧根和根间。 留基部20厘米左右。 上部全部剪除。 剪后,每株菊花可以发心枝5至6根。 在整好的漆面上, 按杭距50厘米, 株距30厘米。 挖深10厘米左右的穴。 浇透水。 每穴植入分株苗1至2颗。 灾后, 腹土压石。 田间管理。 俗话说, 三分重, 七分管。 田间管理是保证菊花生长建状的基础, 可不能马虎。 菊花移代后, 八月底以前为营养生长期。 九月日照食数缩短, 陆续献磊。 花期为10至11月。 在田间管理上, 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苗期管理。 苗期只从5月中下旬, 菊花移栽后到6月初的一段时间。 菊花缓扬后, 要及时查苗补苗。 发现病猪、死猪要及时挖出。 补上健壮的小苗。 对补栽的小苗要及时浇水。 为了使补栽的菊花苗快速成活, 可以在水中加入适量的尿素, 与水充分混合均匀后浇湿。 菊花全田查苗补苗后, 天气逐渐转暖。 此时杂草极易繁殖丛生, 影响菊花的生长, 所以必须及时中耕除草。 菊花是浅根植物, 开始止以浅除, 划破地皮即可。 以后逐渐加深, 并结合培土、防倒浮、防干汗。 中厨时, 应注意不要碰伤菊花的精皮, 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菊花洗湿润,但怕烙。 苗漆要控制水肥, 防止幼苗土长。 土壤含水量, 以保证菊花成活为宜。 田间不太干害时不浇水, 必要时只浇小水, 促使根生花多。 分支期管理 菊花分支期只从6月上旬至8月底的这段时间。 菊花洗肥。 6月初, 在植株开始分支时, 眉目用尿素20千克。 最好选择阴天或雨天, 顺着工作行, 洒湿到菊花种植旗内。 以促进菊苗生长多分花枝。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由于菊花的央苗生长已经比较茂盛。 如果发现田间有杂草, 建议采用人工拔草的方法进行防除。 6月中旬, 也就是在新发分支, 长6厘米左右时, 对菊花统一进行一次打顶。 可以促进菊花分支, 增加单位面积上的花枝数量。 打顶的方法很简单, 操作时, 只要摘去分支顶端芽就可以了。 打顶后, 每株菊花可以发新枝11至12根。 6月下旬以后, 如果天汗要经常浇水, 尤其是运累前, 一定要保证有充足的水分。 如果雨量过多, 应疏通大小排水沟, 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否则一生病害和烂根。 这段时间也正是我国北方的多雨季节。 菊花亦发生枯萎病, 严重影响菊花的生长。 防治方法是遗灾前, 防治方法是移栽前用复南丹处理菊苗和栽种学。 发现病株要及时输出。 雨季要及时输沟排水, 降低田间湿度。 在七至八月间, 在七至八月间, 菊花生长旺盛时, 菊天牛多在菊花经烧, 咬成一圈小孔产卵, 在经中注食。 因此, 在发现菊花断经之后, 必须从尾粘断经以下三至六厘米处, 摘除受害经烧, 集中烧毁, 并趁早晨露水未干时, 进行人工捕捉, 或用百分之五十零岸乳油, 一千五百倍叶喷雾。 此外, 菊花分支期, 也是棋草危害最为严重的时期。 棋草的幼虫, 砖咬时菊花根睛。 防治方法是勤查植株。 发现虫害, 眉母及时用, 新硫磷乳剂, 三百毫升, 板细砂二十五至三十千克, 在傍晚的时候, 撒湿于齐面。 在使用化学农药时, 要严格控制好湿药量和安全间隔期。 杜绝使用高毒高材流农药, 掌握适时用药, 对症下药。 同一种农药在菊花的整个生长周期, 因控制在只适用一次。 累期管理 累期只从九月初, 菊花开始献累, 到十一月上旬采收之前这段时间。 菊花根系发达, 为洗肥作物。 重施累肥, 可促进菊花后期发科。 花枝多, 接累多, 产量高。 施肥可选在寒露前后, 集菊刚线累时进行。 施肥时, 每亩用棚沙五十克, 兑水四十至五十千克, 选在阴天或晴天的早晚喷湿。 喷洒时, 要注意叶片的两面都喷到, 特别是叶背的吸收能力更强, 喷量要多。 为了促进菊花, 多接累开花。 以后, 每隔七天, 使用0.2% 磷酸二氢钾溶液, 均匀喷于叶面。 用量以连续喷湿, 三至四次为宜。 促使菊花磊多, 雷朔, 花朵大。 另外, 菊花花磊机若遇秋汗, 要及时灌水。 以保证菊花有充足的水分供应, 促使接累多, 产量高。 为了保持要用菊花的商品品质, 在菊花接累后, 因严禁使用化学农药。 建议推广使用杀虫灯, 又杀鞋纹叶蛾, 牙虫等的成虫。 这样, 可以有效地提高菊花的产量和品质。 采收 菊花开花有鲜有后, 一天中斩半, 也有迟有早。 因此, 要根据开花先后分批采收。 过早过晚, 都会影响产量和质量。 供加工的鲜菊花, 一载种植当年11月上旬双降后, 采第一次, 约占总产量的50%。 隔五至七天后采摘第二次, 占总产量的30%。 过七天再采一次, 通常要将剩下的花全部摘光。 当菊花的花朵大部分已开放。 花瓣平直, 花心反开60%至70%时, 是采花的最好时期。 采花最好在晴天露水已干时进行。 这样水分少, 干燥快, 减少腐烂, 色泽好, 撇质好。 但欲久已不勤, 花已成熟, 欲天也英彩。 否则水珠包在蛋内不易干燥, 而引起腐烂, 造成损失。 采摘时, 只摘下花朵, 不带枝叶。 方法是, 用食指和中指夹住花饼, 向环内折断。 然后, 将采下的鲜花, 放在清洁, 通风良好的竹边, 框漏等容器中。 如果操作熟练, 每天可采鲜花, 60至75千克。 鲜花采回后, 立即干脂, 切记堆放。 因随采随烘干, 最好是采多少, 烘多少, 减少损失。 若一时加工不完, 应薄薄地摊在 阴凉洁净的地方晾晒。 厚度3至6厘米, 不可太厚, 以防鲜菊花内部发热霉变, 失去加工价值。 但注意摊量的时间 也不宜过长, 否则会影响加工质量。 加工 菊花具有清热泄火, 抒干明目等多种药油功能, 是人们喜爱的 营养保健品之一。 但鲜菊花不能储藏, 必须要经过加工干制, 它可以长期存放。 要用菊花依产地和品种的不同, 有不同的传统干制方法, 如阴干、晒干、 烘干等。 但这些方法只适合农户小规模采用, 不适用于菊花大批量的加工生产。 现在有些现代菊花加工厂采用微波杀青, 烘香烘干的菊花干制加工方式。 菊花不仅干得快, 出干率高, 而且具有外形、 色泽、滋味、 香气保持不变的特点。 因此, 该技术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下面, 我们就把这种先进的加工方法介绍给大家。 菊花微波杀青机需要两个技术熟练的工人操作。 一人负责上料, 一人负责出料。 加工时, 先由上料工将先菊花置于微波杀青机的运输带上。 为了保证加工品的清洁卫生, 投料工人需要戴上专用手套。 菊花要摊薄摊云。 用微波杀青, 高温杀菌。 整个过程没有水参与。 因此不存在废水上卖, 烫熟菊花的现象。 使得加工品质有保证。 菊花经微波杀青处理后, 由于突然运冷, 蒸汽会迅速凝结成水滴, 将菊花粘连在一起。 这就需要出料口的工人手拿竹块轻擀菊花, 使其分离。 从而使菊花均匀散发水分和热量。 将杀青后的菊花移至烘干机内。 在温度为55至65摄氏度的条件下烘干。 菊花自动烘干机, 需要三个技术熟练的工人操作。 两个人负责运料上料。 另外一个人负责出料。 采用自动烘干机。 菊花由输送袋自动送入烘箱。 每分钟上液3至4千克。 攤花厚度掌握在1.0至1.5厘米。 用热气流干燥。 受热均匀干燥彻底, 日后不会产生霉变现象。 水分在10%左右。 最后自动卸液。 需要注意的是, 在烘干过程中, 应随时在观察窗检查烘干程度, 调节烘香温度和头亮亮。 烘干程度要掌握在9成干左右。 即手握菊花不拧手, 但仍可握成团, 松手后会散开, 弹力大。 如果用手揉搓菊花, 感觉菊花粘手, 说明菊花含水量较高, 应相应地调高, 烘香温度, 减少上料量。 如果用手揉搓菊花, 菊花不粘手, 但不能握成团, 说明含水量较低, 烘香温度要相应地低些, 并适当增加上料料。 这儿要提出注意的一点是, 烘干后的菊花, 要先放在竹边, 筐漏等容器中散热。 在清洁, 干燥, 通风良好的地方, 晾晒三至四天后, 再包装上室。 在晾晒过程中, 为了防止菊花, 预寒受潮, 每天傍晚都要收进室内, 第二天再搬到室外晾晒。 在整个加工过程中, 用新菊花一朵一朵铺开, 加工成品成朵状, 花形完整。 因此, 经过微波干燥后的菊花, 品质新鲜、 清香、 干燥, 且没有二次污染,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按每五千个鲜花, 加工一千个干货计算。 通常, 每亩菊花, 可以产干制品, 一百至一百五十千克。 菊花, 经过微波刷清, 机械烘干, 和晾晒散热之后, 就可以制成菊花茶上市了。 包装材料应干燥, 清洁, 无异气味, 不影响产品质量。 包装要牢固, 防潮, 整洁, 能保持菊花干制品的品质, 便于装卸, 仓储和运输。 包装后的成品茶, 要存放在干燥, 密闭, 闭光, 阴凉的地方, 防止菊花茶受潮变质, 吸附异味。 菊花茶是一种广受欢迎的, 天然营养保健饮品。 它不但有独特的清香味, 而且含有多种健身防病的成分。 因此, 以菊花为原料, 还可以制成菊花枕, 菊花酒, 菊花含片等。 随着生产的发展, 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今后, 我们要多在菊花生加工上做文章。 利用菊花, 制成多种独具特色的营养保健品, 来满足市场的需要。 菊花适应性强, 种植项已较高, 且栽培与加工工艺简单, 可操作性强。 其营养保健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因此, 栽培药用菊花是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好项目。 在具体种植过程中, 如果结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这套药用菊花栽培与初加工技术, 相信一定会使您取得满意的结果。 观众朋友们, 片子到这里就给您播放完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介绍了药菊的栽培, 以及初加工的一些技术, 不知道是否对您有用, 也不知道您是否学会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